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点就在会找 看得出来这是好东西 这种人才就叫伯乐 那么一个伯乐可以知道 这一个作者或者说这一个提出分享的人 他有什么样的才能 他能够拍什么样的照片 讲什么样的故事 写什么样的文章 相同的一样才能的人纠合起来 就可以做成一本书 甚至有一个很有才气的话 就单独跟他约 说你朝这个方向去写一本书 这样就完成了 这个就是以后伯乐的时代 而不是千里马的时代 千里马在网路上非常多 甚至三百里马 日行三百里的 四行五百里的都很多 重点是要有伯乐去把它找出来 那么网路上那么多东西 那么多知识 才变成有用的知识 能举才者为上限 一个国君或者说一个老板 用什么样的干部 是最好的干部 也就是啊 这个人能够拉拔出来 发掘出来 甚至挖脚 最好的人才 这个人就是最重要的干部 魏文侯用宰相的故事是 最好的能举才者为上限的故事 战国第一个 战国七雄第一个称雄的 就是魏文侯 魏文侯要用一个宰相的时候 他就问他的一个老臣 叫做李克 说我要在宰皇和魏城中间 选一个人当宰相 你认为哪一个比较好 李克跟他说 这个事情不要我来推荐吧 我不够资格来推荐 宰相比我们大 对不对 其实这是中国官场的好习惯 那魏文说 那就不要客气 你就讲吧 结果李克还是兜了圈子讲 李克怎么说了呢 说其实这个老板 你都知道了 只是你平常没有讲出来 我先帮你整理一下 他就开始整理了 他叫做 居世袭所清 他平常生活的时候 工作的时候 他跟谁比较亲近 富世袭所语 他有钱的话 他怎么样子花钱 他分钱分给什么样的人 他赏识什么样的人 他怎么给 达世袭所举 他有地位 他有权利的时候 他拉拔的是什么人 他推举的是什么人 推荐的是什么人 穷世袭所不为 这个穷不是贫穷的意思 穷是做事情不顺利的时候 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 什么事情他不做 也就是说 这个人不会 不择手段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这个人就不可以当宰相 贫世袭所不娶 当他很穷的时候 什么东西他不拿 否则就穷是烂 你就变小人了 魏文说 那我懂了 你可以回去了 李克就回家了 经过翟皇的家的时候 翟皇请他进去坐 他知道 他们都有情报 小的说 老板今天找你去问 要请谁当总经理 你认为谁会当总经理 李克说 我看似魏城会当总经理 古军会选魏城 翟皇就翻脸了 就很生气说 为什么不是我呢 所有的这些最重要的人 都是我推荐的 西河手就是最会打仗 叫武器 我推荐的 魏国能够在战国 第一个称雄 就是张河的十二区 水利做得最好 西门报 是我推荐的 要攻打中山国 把中山国攻克下来 是岳阳 那个将领 是我推荐的 攻下来以后 没有人治理 是李老哥去治理 也是我推荐的 魏国最重要的这些 等于部长 都是我推荐的 那行政院当然是我 怎么会是魏城呢 李柯又说 为什么我知道国军会 因为 你刚刚推荐的 都是 国军都用来做臣子 魏城推荐的人 补子下 田子方 断肝木 国军都奉他们为老师 他比你高级 所以他当宰相 这个故事 现在用下来 他肯定过来 他在这些 国军都用 这些 走